第2場4班1650米就是我的其中一場重心長廁 都追開一隻今季選了幾次的馬 4號的芙蓉莊 其實上個禮拜才跑完,但上個禮拜我沒有選他 因為我自己覺得他前一次2000的那一場 在簡纜上有點強烈 但是回看上場,蔡明少簡入面走 基本上沒什麼發揮過這隻馬 而居民賽後是被搖本輝噴了一招 匆匆再報這個路程,就飛起他換梁家盡 這一點我覺得可以當上場抹了他 這隻馬今次越湧開越開 上次轉倉後,初次報了谷草 這次隔七日再報這個路程,應該有點瘦型 選上去就是另一件粉紅色衣服 11號大眾競區 今季跑四場都全部入三甲 都是FIT開的,但都未打開過勝門 上場蘇紹輝跑,輸給那隻也是很厲害的偉大勝利 上班都再跑入三甲 壓到那隻叫多多,最近都是現出很盡的 所以上場的水準是挺高的 蘇紹輝就離開了 讓另一個把西騎士莫雷拉上去 這次應該是配合文家良壽馬而來的 再擺雷神上去一定是拼過明白的 希望看今場把握到形勢可以開齋了 田泰安這隻3號的月木星光都連著他 其實上場是一組比較弱組的一利 贏的那隻多多都是有難,都是緊緊贏他 他又稱讚了一些前置,又跑掉了 上場的水準真的不是太強 但這隻馬呢,上次配田泰安就一次合作馬上名 人馬都算挺合拍的 今場對手又不是太強的情況之下 他又叫上場交出水準,應該可以打踏再上名 我自己重心就是鐵三角這隻 如果你說選擇第四選,可能冷滿一點的 騎連最近合作終於打開勝門的 史卓鋒高東來這個組合 5號的美麗天使 上場就說蘇紹輝跑也是剛才多多月木星光的一場 他又試一下放頭跑 一改跑法 回到來,並不是輸得太遠 試好了跑法,狀態又來緊 如果今次再用同樣的跑法 史卓鋒聖聖定定 按得慢來放,應該有機會捱合這3-3-4-4 但我自己的出擊也是主力這三隻 4號的附容裝 11號的大總徑區 和3號的月木星光 10號 10號 1號